LITTLE BOX 太空巡逻队 月亮探测车任务 1.飞船模型 林果拿着一个小翅膀 它往上面滴了一滴胶水 你的飞船模型 看起来不错 小布说 谢谢 林果笑了 马上就 咚咚 一个小男孩跑进了林果的房间 林果吓了一跳 太空巡逻队太酷了 小男孩大喊 然后他又跑出了房间 哎呀 小布说 翅膀掉了 林果叹了口气 哎 他吓了我一跳 现在翅膀粘在地上了 更多的小孩从门前跑过 他们都是谁 林果问 今天是带着孩子工作日 小布说 所以有些人带着孩子来上班了 这些小孩太丑了 林果说 我想完成这个模型 小孩们又从门前跑了过去 林果走出房间 那个 你们能安静一点吗 小孩们没听见林果的话 露西从她的房间走出来 小孩们没理她 林果的电话响了 是诺瓦队长发来的短信 林果 我要给你一个任务 太好了 林果笑了 我可以离开这些小孩了 太空巡逻队 月亮探测车任务 二 斯帕克 一个月亮出现在屏幕上 这是沙月亮 诺瓦队长说 太空巡逻队 在那里有一个小基地 小布说 一个工作人员的探测车坏了 诺瓦队长说 他想要走回基地 但他不小心踩进了流沙里 林果大吃一惊 他会陷进去的 诺瓦队长点了点头 基地里没有探测车了 所以 其他人不能去救他 别担心队长 林果说 我们会带一辆新的探测车 去杀月亮 很多小孩从门前跑过 他们开心地大喊大叫 我很高兴能离开这里 队长 林果说 那样就没有吵闹的小孩了 一个小男孩跑进了办公室 咻 我在做任务 林果大吃一惊 他拿着我的废船模型 小男孩又跑出了办公室 林果跟着他跑到了走廊 他看到了科长官 斯帕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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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了 科长官大喊 斯帕克不高兴地走向科长官 这个基地很无聊 爸爸 我想坐宇宙飞船 科长官叹了口气 有人去做任务吗 他说 我要去 林果说 但是 科长官笑了 太好了 你带斯帕克一起去吧 太空巡逻队 月亮探测车任务 三 不安全 小步开着飞船 小步开着飞船 斯帕克看着窗外 卫星 斯帕克说 我们追他 我们不能追他 林果说 斯帕克看到了方向盘 轮到我开了 他抓住方向盘 飞船突然急转弯 看 林果大喊 这不安全 斯帕克 好好看着窗外吧 斯帕克哼哼着 我一直在看窗外 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 他按了一下 所有人都飘了起来 动了 小步撞到了天花板 斯帕克 林果大喊 你关了重力 斯帕克说 林果深吟着 我好像 冤飞船了 小步重新打开了重力 他们掉到了地板上 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斯帕克 斯帕克问 不行 林果说 飞船 飞船飞到了沙月亮下 突然 突然有很大的动物跳过 哇 这些是什么 那些是什么 林果问 月亮兔 月亮兔 小步说 小步说 他们不是很友好 有时候他们还很危险 飞船 飞船 阿德踩进了流沙里 他正在往下陷 原来的 片一 山本 老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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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虎